大陆成都金牛区的老师们 一行人来到水里国中参访时 受到校方老师的热情接待 双方除了进行一场国际性的学术交流 水里国中也向来访的对岸老师们 发表教学的成果 省成都市金牛区的教育参访团 来到我们水里国中来参访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跟他们介绍我们学校的特色 然后呢 我们参访团的老师也跟我们交流 大家一起为两岸的教育 来了解来认识 相信对未来的教育 大家都有更多的一个体会跟感受 能够有更多对孩子有帮助的做法 促成对岸老师来水中参访的 议员肖志全表示 期盼借由两岸的学术交流 让彼此的互动更频繁 相互学习优质的教育政策 大陆成都市金牛区的教育局 透过我们服务所的安排 今天来到水里乡 水里国中 来做一个参访的动作 这个教育是不分国卷的 希望透过大家彼此的联谊 或者做一些心得的交换 可以促进 我们两岸各自在教育文化方面 做一些交流 做一些品质的提升 我想对不管水里地区的教育水平 或者跟成都那边 大家都可以陪彼此做一些心得的交换 来访的参访团老师也表示 这场文化的交流 让他们学习到台湾办学的认真态度 也借此看到南投的好风光 我们应该说是收获满满 真的是感受到了 咱们台湾 无论是中学 小学 还是幼儿园 他们的教育同行的 那个专业 严谨和热情 同时呢 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了 台湾教育的先进的教育理念 还有丰富的校园文化 特别是丰硕的教育成果 对我们台湾同行 以至所有的这些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人 表示一种深深的感谢 教育是国家的根本 议员及校方都表示 无论是老师或学生 都应该经常与国际间交流接轨 让台湾的老师及学生 都能借此培养国际观 民意新闻洪信平水里采访报导